因为从清晨时分开始 中部地区下起了超大的雷雨 而且这个强大封面带来的豪雨 已经立刻造成有多处地区都大淹水了 其中台中大雅区的东大陆 遭到红土泥流的淹没 在现场的最新状况 要把时间交给记者但居民 看到超大雷雨造成台中东大陆上 黄泥大水淹马路 汽机车有如是在红河上行驶 而造成交通大打劫险向还生 而这波雷雨不止台中传出灾情 彰化陆港区也传出大淹水 包括太新里陆港国中前十下街 一带也都淹水 学生出门是被迫涉水 而许多民众早上醒来也相当傻眼 门口马路竟变成小河 路上的汽机车都冒着熄火的危险 行驶而过 而另外苗栗苗62线0.5公里处 大雨也造成严重落石 一辆自小客车被落石砸中 索性驾驶自己脱困自行就医 而这场大雷雨水利局 也针对苗栗彰化台中三县市 发布淹水警戒来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换个棚内 好 现在持续有不少网友告诉我 目前所在地方的下雨状况是如何 钟永生有说新店的雨已经停了 惠英也有提到台北现在没什么雨 不过至善有说民雄快要下雨了 当然无论如何 在今天的天气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大家务必多留意好吗 不过这一波的梅雨封面压境 气象局其实有针对了苗栗台中跟彰化 发布的是豪雨特报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彰化县的陆港区 永安里大淹水 彰化县县议员施佩瑜说了 永安里现在五大区全部都是淹水的状况 其他包括了太新里陆港国中前 石下街一带也全部都出现了淹水的情形 因此一大早学生出门上课的时候只能够被迫射水 同时气象局也针对了全台15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 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 是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可能性 台南以北地区还有澎湖在今天也会出现局部大雨 提醒民众务必要特别留意剧烈天气 好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到封面过境 在越晚的时候雨势会来得越加明显 不过呢今天一大早其实全台各地都已经开始有下雨了 当然立刻影响到交通状况 学生上课的情形也是备受挑战 详细状况呢我们要请记者王毅仲来带我们掌握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因为封面过境的关系 全台湾部分的县市都会出现大雨或豪雨等级的雨势 我们现在人在台北市的光复国小 现场来观察小朋友的上课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家长是骑着摩托车 带小朋友来到校门口 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必须要多一个步骤 就是小朋友下车之后必须要把雨衣给脱掉折叠收纳 然后小朋友再换撑雨伞走进校园 那么国小的校长呢今天也特地在门口进行交通的疏导 以及观察现场的状况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都会比较不方便 然后场地都会很湿啊 那人行道有时候会比较湿滑 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那骑摩托车也都要注意安全 那校内的话 我们难免都会有一些地方会有积水 我们都会特别的跟小朋友宣导 这个在走廊上一定要慢行 不然踩到积水 有时候那个都比较光滑面的地方容易摔倒 对那我们都会特别加强宣导 好的我们可以听到校长表示呢 因为学校附近的交通非常的繁忙 再加上今天下雨 很怕交通会打劫 因此在校门口也疏导家长送小朋友来 尽快的可以离开 不要让校门口造成堵塞的状况 家长也有反映 今天带小朋友都提早了十分钟出门 就是因为怕下大雨会耽误上课的时间 不过气象局还是提醒 现在的雨势还没有到最大 今天是越晚雨势会越大 民众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以上是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好当然这波雨势号称是今年最强的春雨 已经报道了 主要还是希望雨能够下在对的地方 帮这个水库来解渴一下 但是呢这个水库进账的情形都还不知道 已经造成很多地方都出现淹水 还有积水的情形 接下来带您看到这个画面出现在 杀戮洪光科技大学前 有行人差一点被水给冲走了 台中大暴雨 许多地区大淹水 有名中目击杀戮洪光科技大学前 有名女子涉水过马路 没想到竟然被水冲倒 来看看现场情形 那么女子她一度往前漂流 试图站起来却还是被水流往前冲 惊险的场面吓爆许多人 除此之外 在西屯路与游园北路口 则是有一地红泥水 像是滚滚长江 土石流般在路面狂涌 把三角追统统冲倒 汽机车要前进全遍的相当困难 而台中从深夜就开始大雷雨不断 即便如此 有202年历史的乐成功汉西妈祖 绕近18庄活动 依旧如期举行 一千多人穿雨衣加撑伞 跟着妈祖轮轿徒步进香 不畏风雨也写下新的历史篇章 那么以上是来台中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尽头交换棚内 受到封面的影响 苗栗蟹的暴雨不断 结果造成多处路段都是积水的状况 山区的道路也发生了 边坡土石滑落的状况 其中在大湖乡的苗62线 1.6公里处就传出有轿车 被大量的落石给砸中 人让红色的轿车受困落石堆舟 动弹不得 索性驾驶即使逃出 不过身体受到了多处都有擦挫伤 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警方也立刻在现场 设了交通锥来做警示 目前双向道路封闭 是无法通行的 已经通知了道路主管机关做处理 提醒民众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话 尽量避免上山 以免会发生危险 气象局在今天清晨 持续针对了台南以北地区 发布了豪大雨特曝 现在在各地也都陆续传出了一些灾情 桃园的平镇 昨天下午有一棵大树倒塌 结果就压毁了民宅 竹北市深夜11点多钟 也传出有土石崩卧的状况 详细状况连线给记者陈正邦 好的 主播 昨天下午开始台南以北地区下起大雨 直到深夜雨还没有停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竹北市大美里社区一旁的工地 由于瞬间雨漬 造成土壤含水量过高压毁为强 大量土石流冲进社区里 掐得居民报警求助 竹北市长郑朝芳到现场勘灾 指示警校人员违起封锁线 避免民众靠近确保安全 并亲自劝离附近住户道旅馆安置 工所将尽速修复毁损的路灯 至于土方业主的相关责任 能带进一步理清 另外桃园市昨天下午的灾情更惊险 平镇区福林里有一棵大树 因为大雨泥土松软被强风吹到整棵树硬生倒塌 压垮旁边一间铁皮屋 现场树枝杂物散落一地 屋主92岁的连心爷爷一度受困屋内 还好他自行从缝隙中爬出没有受伤 不过他能心有余悸 十分惊险 而铁皮屋旁三峰重化区正在施作工程 以通报相关单位清除瓦砾 恢复交通 以上最新主播 高雄的中正地下道 因为凌晨十分下雨了 结果立刻造成了地下道路面积水 交通远景一大早 立刻赶到了现场来做管制 虽然在市区累积的雨量不高 不过下午可能还会再出现一波的强降雨 因此最新的状况 要把时间交给记者黄世云 好 主播高雄市区凌晨2点多 开始下起雨了 那造成这个中正地下道 有出现积水的状况 一直到早上上班时间 这个积水仍然是迟迟不退 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 因为下雨积水 交通警察也有到场管制 但其实气象局统计 高雄市区的累积雨量 其实只有个位数 下雨比较多的地区 是落在阿联区和陆竹区 但是高雄市区的地下道 却还是有出现积水的情况 那虽然交通有被影响 但是民众还是觉得很开心 因为总算是下雨了 希望可以多少缓解这个水情 而气象局也预报 南部地区下午 因为封面有北向南的影响 可能会带来强降雨 或是局部大雨 呼吁民众外出要小心留意 以上目前最新 先把镜头交换内 好 当然继续再来 带您看到这个画面了 强大风雨之下 在桃园市的中原大学校内 有一棵露树 昨天下午也是直接被 拦腰给吹断 您可以看到 当时有很多的学生 都在路上走 其中两位男同学 准备要撑伞通过的时候 大树就在这个时间 倒在两个人的面前 让两个人都看傻了眼 很多路过的学生 也当场都被吓坏了 因为画面非常的惊险 网友纷纷表示 超扯的 没有人受伤吧 真的好可怕 好 校方立刻在大树的附近 已经用脚锥 拉起了封锁线 避免会再发生意外 好 当然是终于下雨了 大家都希望这个雨 能够下在对的地方 我们来看到 根据水利署的统计 截至19号晚间6点钟为止 全台的水库总共进占了272万吨 但是都是以中部以北的水库为主 不过水利署已经说了 预期随着在今天的雨势 还会来得更大 所以这个封面降雨 溢柱的范围 到时候应该是可以扩及到 全台的水库了 希望可以帮水库来解解课 沙霍体的水库 最后一直是在冷卷的水库 会员开在这里 最后注意到